由县府首长亲自巡回各乡正事 倾听民意协助县民解决生活难题的县民时间 从推出至今受到大家的好评 6月份的县民时间 这次是巡回来到水里乡 而乡亲的诉求大多集中在农业与建设方面 针对县民所提的问题 副县长陈振生仔细聆听 志愿回应同时也允诺协助处理 6月份的县民时间巡回到水里乡 副县长陈振生前往水里乡卫生所主持 除了水里乡的在地乡亲参与 也有远自路股、国姓、姓义 以及鱼池乡的民众到场陈勤 诉求主要集中在产业道路路面掏空 以及农地朝鲜利用的情形 陈副县长逐一了解之后 折成公务处以及农业处尽量给予协助 解决称情民众生活中的难题 那我们在水里乡今天的案子不多 不过也从中可以了解 县长就任之后县民时间开办以来 为了地方解决成年的存科 甚至有些案子 都是一般民众最直接的 也经过县长的处理 今天几个案子最主要还是在 道路以及朝鲜利用的部分 那包括朝鲜部分 因为是对中央相关法令不了解 所以长期以来都闲荡在那里 那今天经过荣誉处相关团队做了说明 甚至于未来会协助他们 尽量朝着佛法化方面去增弃 另外产业道路因为道路掏空 甚至于有一段路还没有整个铺设路面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请公务处相关人员 去先看去了解 那如果切有必要 不受路面的部分 就请公务处来协助 所以整个案子还是非常顺利的进行 陈副县长也提醒民众 未来县民时间会继续寻回其他乡镇 民众如有任何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 可以利用县民时间提出 县长黎明珍基于爱护农民 以及基层民众的心 将会尽力协助 为民众合理解决困难 让县民生活更加宽心